《推背圖》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這期節目 我們為大家解讀《推背圖》的第40象 預言中共以及台灣的命運 《推背圖》的第39象 預言的是日本侵略中國 以及日本戰敗投降的事 第40象預測的是抗日戰爭結束後 國民政府敗走台灣 中共霸佔大陸 以及台灣與大陸的命運 下面我們開始為大家解讀《推背圖》的第40象 參約 一、二、三、四 無土有主 小小天江 誰拱而至 眾約 一口東來氣太嬌 腳下無理手無無 若逢木子冰霜換 生我者喉死我雕 我們先來解讀 先看第一句 一、二、三、四 無土有主 金木水火土 這五行 每一行都有自己的數 比如 天一生水 這水的數是一 地二生火 火的數是二 同理 木的數為三 金為四 土為五 前半句 一、二、三、四 缺少五 對應五行 意思就是缺土 無土 後半句 無土有主中的無土 剛剛好承接上半句的缺土之意 印證了前半句五行缺土之解 無土有主 何為有主呢 我們中華五千年道統沿著中華龍脈一朝一代的傳承 隨著朝代輪流更替 傳承到清朝 清朝滅亡後 就傳承給中華民國 傳承到孫中山 再傳承到蔣介石 蔣經國父子 蔣經國先生逝世後 中華龍脈就斷了 中華道統就斷了 因為蔣介石是中華龍脈 中華道統的繼承者 所以他可以稱作是中國的帝王 是華夏之主 雖然他在國共內戰中失利 最後敗走台灣 但他仍然是正宗的華夏君主 因為中華民國沒有滅亡 而中華民國傳承的是正宗的中華道統 而中共是外來品 他是外來入侵中華 而寄生於中華民族的寄生蟲 他是西方來的馬列幽靈 他否定祖先 破壞傳統 徹底否定中華道統 這句的無土有主 就是預言西來的馬列幽靈 中共 霸佔了中國大陸 高漸卓巢 寄生於中華大地 殘害炎王子孫 而中華道統的正宗繼承者 蔣介石 卻敗走台灣 失去了中華大地 雖然他失去了土地 但他仍然是正宗的華夏君主 繼承著正宗的中華農物 中華道統 我們再來看下一句 小小天江 垂拱而至 小小天江 這裏指的是台灣 繼承了正宗中華道統的帝王一般都是以紫微星代稱 在星象中對應著紫微星 即是北極星 但是因為蔣介石敗走台灣 失去了中華大地 所以這裏以小小天江代稱 天江是北斗星的斗柄 代指北斗 北斗在星象中一般指代帝車 就是帝王乘坐的車 指帝王乘車在外面巡守號令四方 帝王失去了國土 就乘車在外 號令四方 所以這裏以小小天江代稱 敗走台灣的蔣介石 垂拱而至 以為垂衣拱手之間 便將國家治理得非常好 這句是講台灣經過蔣介石 尤其是蔣經國先生的治理後 變得非常繁榮、昌盛 1972年 蔣經國先生開始擔任行政院長 其後繼任中華民國總統 台灣從此進入了最鼎盛、最繁榮的蔣經國時代 蔣經國先生也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偉人 以上是對慘的解讀 慘是對抗日戰爭以後 台灣民國政府的預言 下面我們再來解讀 重 重是對這時期 中共所霸佔的大陸部分的預言 我們先來看第一句 一口東來氣泰嬌 東來 是指毛澤東與周恩來 他們是中共的兩大灰手 是中共霸佔大陸後 開國的主席和總理 也就是中共最有代表性的頭二號人物 這句意思是說 中共在國共內戰中 打敗了國民軍 霸佔了大陸 狂妄而不可一世 我們再來看下一句 腳下毛利手毛毛 這句是什麼意思呢 腳下毛利 即是腳下沒有穿鞋 也就是赤腳 手毛毛 即是頭上沒有生頭髮 光頭 這句說的是光頭赤腳 意思就是由頭到腳一身光 人來到世界上的時候 就是光頭赤腳的 一身光 走的時候也是什麼都帶不走 所以說身家財產都是身外之物 這句所表達的 從頭到腳一身光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指沒有財產 無產 大家知道 共產黨就是靠一群流民土匪起家的 自稱為無產階級 無產者 它霸佔大陸後 就將百姓的私有財產全部搶走 美其名約共產 鬥地主 打土豪 殺資本家 搞人民公社 大鑊飯 搞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 先是煽動窮人鬥富人 搶走了地主 土豪 資本家等所有富人的財產 然後又搞大集體大鑊飯 再搶走所有窮人的財產 最後搞到家家戶戶都是雜窩賣鐵 上交所有私有財產 不允許有私有財產 甚至不允許百姓私自燒火做飯 每家每戶的牢燥也被打爛 全部人吃大鑊飯 最後造成了三年大饑荒 餓死無數中國人 真正是把老百姓都搶到家徒四壁 什麼都沒有 最後把老百姓的財產 全部都供到他的手裡 都成為了共產黨的私有財產 而中國百姓 全部都變成名副其實的無產者 被他搶到得上下一身光 一無所有 他站在老百姓的頭上作威作福 享受特權 享用搶來的一切資源 所以這句點明了中共的本性 預言中共霸佔大陸後搶光百姓的財產 將中國百姓全都變成一無所有的無產者 這個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好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句 若逢木子冰相援 意思就是說 中國大陸在中共的統治下 道德淪喪 人心扭曲 最後導致了陰陽反貝的可怕天象 使中國人處於極度危險的境地 但這個陰陽反貝的危險處境 將會被一個聖理的聖人化解 木子為你 古今中外的所有著名寓言幾乎都共同指明 現在是人類的大劫難 大根深時期 在這個時期災難不斷 會有大量的人死亡淘汰 將有聖人降生於中國 在此時救度眾生於劫難之中 帶領人類進入無比光明而美好的未來 開啟全新的人類文明 這裏我們在前面多次解讀過 而這位救劫的聖人聖李 新於1951年 新於吉林省 傳出真善忍三字真言 而推背圖的這一像 也在重複印證著這位救劫大聖人聖李 在前面的劉伯溫三大預言解讀中 已經詳細解讀過 請看回我們第三隻眼睛channel前面預言解讀 這裏就不多說了 我們再看下一句 生我者喉死我丟 這句預言中共的命運 中共於1920年在上海成立 1921年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 所以後面它就對外公佈是成立於1921年 實際是成立於1920年 1920年是猴年 也是中共的出生年 所以稱為生我者猴 是預言中共產生的時間 前面解讀推背圖的第41像的時候 裏面有99年成大錯一句 是預言中共因故意傳播病毒到全世界 造成了2020年的全球大瘟疫而造成的大錯 招致美國的復仇 成為它滅亡的導火線 中共成立於1920年 加上99年 剛剛好是2019年 前面按照1921年算 加上99年 是2020年 這個都不矛盾 都正確 因為冠狀病毒 即是中共病毒 就是2019年到2020年洩漏的 傳播到全世界的 時間剛剛好都吻合 中共對外宣稱是成立於1921年 但中共自己同時也對外承認 他們實際上是成立於1920年 成立於後年 這是他們真實的成立時間 那死我雕又是什麼意思呢? 是說中共死於雕的手中 雕是指什麼? 前面解讀推背圖的第41像和46像的時候都有解說 中共因故意散播病毒至全世界 招致美國的復仇 從而滅亡 美國的象徵是白頭海雕 它是美國的國鳥 代表著美國精神 代表美國 所以這個雕指的是美國 死我雕 是預言中共滅亡於美國的復仇 與前面兩象的預言重合相互印證 所以這句是預言中共的成立與滅亡的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圖 圖中有三個小孩 每個小孩手中都拿著一個圓形的玩具 其中兩個穿短衣的小朋友站在一起 同時潮香 看著第三位穿著長衣的小朋友 這三個小朋友可能只待三地 也就是台灣、澳門、香港 這三處大陸以外的地方 因為小孩 所以用小孩指待 這三地在大陸以外 都有自己的制度 原本都是自由民主制度 澳門和香港先後回歸 被中共霸佔統治 但表面上也是實施所謂的一國兩制 因為目前香港反惡法、反送中運動 正在這裡轟轟烈烈地進行 香港的同胞非常了不起 中共網圖將香港變成大陸 變成中共的獨裁專制 這是不可能得逞的 在得逞之前 中共必然會先滅亡 所以 三個小孩手中都拿著自己的玩具 可能只待的是三地都是自治 都有自己的制度 不和中共一起玩 兩個穿短衣的小孩 可能指的是澳門、香港 而穿長袍 單獨站在一邊的小孩 即是指台灣 這張圖預示了這個時期的局勢 和參 還在時間上完全吻合 這一張預言就解讀到這裡 同樣都是站在個人角度的解讀 警供大家參考 歡迎大家留言探討 多謝大家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下一期節目 我將和大家帶來新的預言 感謝你的點贊、訂閱、分享 如果你有什麼感想 請給我們點評留言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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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